干杯 干杯 你们两个年轻人 也不要太拘束呢 是啊是啊 来吃菜 张震创作作品 张震讲故事 如荣 我回来了 欢迎收听 由张震创作并讲述的 长篇小说 《失控》 唐凯在家楼下的小酒馆里 喝了个浅醉微醺 然后刚一进家门 就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 他看见夏楚容的眼睛红红的 显然是刚刚哭完 而且唐凯进屋的时候 一眼就看见夏楚容 正在往长袍睡衣的兜里 穿什么东西 发现了这些的唐凯 并没有立即往屋里走 而是愣愣地在门口站着 荣 你 你 你怎么了 没事 夏楚容站起身 走向卫生间 唐凯带上房门 转身拦在了夏楚容面前 你 怎么 怎么哭了 唐凯的舌头有点硬 他最近在尝试增加酒量 从前天晚上开始 他一顿喝两瓶小二 夏楚容 抬手抹了一下眼角 没事 刚才看了些奶奶的照片 夏楚容的奶奶 是在一个月前去世的 但实际上 刚才在给周宇楼 打出一连串问号的时候 夏楚容的眼泪 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之后几乎再没断过 夏楚容 楚楚可怜地站在唐凯面前 一边打扫着眼角 为周宇楼积存的残泪 一边说着那位 和今晚毫不相关的老人 奶奶最疼我了 在我们家的这些孩子里 奶奶 唐凯极力用表情展示着理解 但眼睛 还是情不自禁地 往夏楚容的睡衣兜里描 夏楚容心领神会地 从兜里掏出了一小团纸巾 擦眼泪的 没什么 唐凯的脸更红了 我没 一个早再上床吧 说完 夏楚容走进了卫生间 她把睡衣兜里的小纸条 掏出来 记住了周宇楼的电话号码 然后又把纸条扔进马桶里 冲掉了 这天晚上 唐凯用了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刷牙 沐浴乳和洗发露也多抹了不少 在黑暗中上床的时候 她觉得自己应该一点酒气也没有了 但尽管这样 当她往夏楚容的身边蹭的时候 夏楚容还是毫无反应 甚至连身子都没转过来 最后 夏楚容只用轻轻的四个字 就打发了唐凯的整个长夜 睡吧 累了 周宇楼 今天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上午先要召集全系老师开个会 后两节要上课 下午她要和蒋丹去一趟家具城 蒋丹前天看中了一款美式的梳妆台 无比激动 一定要周宇楼前去鉴赏定夺 这是下午的安排 到了傍晚的时候 周宇楼的表妹周宇婷会从外地过来 周宇楼得去接站 不用说 然后还得给表妹接风 表妹周宇婷是昨天晚上给周宇楼打来的电话 铃声响起的时候 周宇楼刚把电话号码留给楚楚 当时她心跳加速 还以为是楚楚来了 深江音乐学院 周宇楼每次走进这座 带有些巴洛克风格的院落 都会觉得自己和她心许相通 从十四年前在这里念书开始 这种感觉始终没有变过 巴洛克风格强调的自由和舒展 正是周宇楼与生俱来的个性 现在 深江音乐学院声乐系的工作 由周宇楼主持 周宇楼本来就是副主任 四个月前 老主任心脏病突发去世之后 周宇楼就顺理成章地 代理了主任工作 但仅仅是代理 系主任的那间办公室始终空着 要等到下一步竞聘之后 才能确定由谁坐进去 周宇楼并不是没有对手 周宇楼走进会议室的时候 人已经来了一多半 冯泰正和大家热火朝天地聊着什么 看见周宇楼进来 老师们都隐隐地收敛了情绪 只有冯泰善善地朝周宇楼开口了 周宇楼用一个带点无奈的笑容 答复了冯泰 周宇楼不喜欢这个人 老师们都很清楚 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 会议有两件事要说 教授资格的申报和系主任竞聘 最近省教委要在全省艺术高校范围内 破格提拔一批年轻的教授 任何四十岁以下的教师都可以申报 在深江音乐学院 声乐系的年轻教师数量是最多的 周宇楼对大家进行了一番动员 鼓励青年教师们充满信心 并把评審组对专题论文的要求 传达给了大家 接着周宇楼就讲起了 系主任竞聘的事 我们系的竞聘工作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希望大家都做一些准备 周宇楼看了看冯泰 系主任呢 是在我和冯老师之间产生 副主任和主任助理 大家都可以报名参选 老陈呢 会把具体的日程安排写在公告板上 请大家注意一下 好了 散会吧 大家起身要走 这时候冯泰说话了 等等 周主任 我想说几句 冯泰是声乐系的主任助理 大家重新坐下 冯泰不疾不虚地开口 说话的时候 并不看周宇楼 是这样 关于学生管理方面的工作呢 我想和大家交换一下看法 周主任 可以吗 好 你说吧 那我就先来说说 我们系学生的住宿问题 我们系四个年级加起来 一共有86个学生 加在本市的有19个 其余的67个人 全部都来自外地 按理说 这67个人都应该住在学校的宿舍 可现在呢 真正住宿的只有46个 还有21个人不知去向 漏宿率超过了30% 我做了一些调查 他们几乎都是在外面租了房子 有的是和同学合租 有的是自己一个人住 还有的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是和什么人住在一起 这还弹劾对学生的管理 这个情况 我以前跟周主任反映过 但周主任并不重视 我建议系里 尽快拿出强硬的手段 来管一管这件事 不能再对那些学生纵容下去了 冯泰的声音义愤填膺 表情也庄严得不行 大家都在等待着周语楼的反应 但周语楼只是轻轻地开口 冯老师 你让系里拿出强硬手段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拿出强硬手段呢 学校在这方面没有相应的规定 而我们的学生 都已经是年满18岁的成年人 他们有选择自己住在哪儿的权利 话是不假 可一旦他们在外面干了坏事 责任还不是得我们负 为什么在外面就一定要干坏事 如果他们想干坏事 就是24小时待在校园里 也一样会干 我们是艺术院校 培养的是艺术家 不是军人 给他们点自由的空间 培养一点开放性的气质 不好吗 怎么说 系里已经决定 对这件事放任不管了 不是不管 而是怎么管 是强行规定他们住在哪儿 还是给他们一点正确的引导 冯太笑了笑 未必每个学生 都能听懂你的引导 老师 你看过上个学期的专业课成绩吗 冯太梅之声 周宇楼隐隐地提高了音量 我建议冯老师在这方面 也做一个调查 看一看这21个露宿学生的专业课成绩 还有刚刚结束的全省委义会演 得到省教委嘉奖的五个人里面 露宿的占了三个 冯老师想要加强管理 我们意见 问题是想管成什么效果 是让他们花四年时间 只学会重规重矩 还是毕业之后能干点事 会议室又陷入了安静 那种安静就像是在一场战斗发生之前 对阵的双方留给这个世界的声音 深江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每个老师 都一动不动地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 若无其事地不抬头 只有周宇楼 看着冯泰 天堂与地狱之间的距离 只是一次选择 时空